NCC去年關了中天新聞台 這幾天又駁回了中天中和台的變更計畫申請 等於連續兩次殺了中天新聞 請問NCC,請問民黨政府 你到底在擔心什麼? 到底在害怕什麼? NCC駁回的理由有兩個 第一個,就說營運計畫不符 第二個,擔心大股東會介入 這根本是先射箭再畫法 難道其他的電視台沒有營運計畫書的問題嗎? 沒有大股東介入的問題嗎? 所以NCC不要用雙重標準審查好不好? 比照其他電視台 其他電視台該怎麼樣,該怎麼做 中天新聞,中天中和台就怎麼做 不能有雙重標準 還是你民黨,你NCC就這麼擔心害怕中天呢? 民主社會要有多元的聲音 中天新聞,中天中和台可以代表很多人一部分的聲音 請NCC尊重民主自由的體制 不要用雙重標準,不要扮演活地魔的角色 二殺台灣新聞自由